相信大家都经历过,每个暑假,环珠格格必定重播,再次上演乾隆大帝的家长里短,儿女思琴,然而2018年的暑假,一部演喜攻略大火,同样讲的是乾隆的家长里短,只不过这次乾隆不再是配角,而是主角了。 要问看过演喜攻略的朋友,你最讨厌剧中的哪个人物,毋庸置疑,很多人都会说儿情,儿情的扮演者演技高超,一度让人谈之色变,恨得牙痒痒,不仅搅获了傅恒和英洛之间的感情,还气死了端庄典雅,温柔如水的傅茶皇后,更与乾隆和傅恒的弟弟傅谦,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 在剧中儿情不满英洛受到傅茶皇后的偏爱,更可恨英洛还是傅恒心中所爱之人,便想毁了傅茶一家,换上婢女的装扮,假装与乾隆过了一夜,受了恩宠,让傅恒戴了绿帽,索性咱们女主角魏英洛不是那么好惹的,不想后果,不管不顾,直接堵死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。 然而,历史的真相是如何呢?真实的耳情真的如此歹毒吗?气死傅茶皇后的又是何人呢? 关于傅茶皇后的死因,当时有一种传言,说皇后兄长的夫人长得貌美如花,有沉于落雁,立月修花之貌。 某日,乾隆陪着太后元凌元大摆盛宴,邀信王公贵族,以及诸位大臣的夫人前来参加,此时风和日丽,清风徐来,一阵鸟语花香,各位夫人,公主,后妃或农庄宴。 我,火花之招展,之间其中有一女子,弯弯的眉眼,白颈额淡脸娇嫩玉滴,一双会说话的眼睛,唇边一个淡淡的酒窝,笑起来,真可为人比花娇。 坐在一旁的乾隆,便被这美人勾了魂魄,心中暗暗好奇,此被夫人甚是眼熟,是哪个男人这么好命能得死美人。 此时复查皇后前来叫了一声扫扫,这才想起,原是复衡的妻子。 因诗作对,九过三巡,一群人很是尽兴,复查皇后被人扶去殿内休息,而乾隆却色心大气,进入复衡妻子休息的偏殿,成就了好事。 至此,相信大家都应该明白,历史上真正的儿情,美丽动人,并不是什么坏女人,只是被乾隆霸占了去,细想下去,恐怕复查皇后气死,也不是因为儿情,而是乾隆这番羞于其始的作为。